大家好,我是妮娜妮娅,这是我老公乔治 你好,你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妮娜妮娅爱在多伦多 我在加拿大学习工作生活已经20年 去年我和我老公乔治从多伦多的释迦堡地区 搬到了离多伦多60公里以外的凯斯威克湖滨小城 我们住在一个水上世界 今天我和我老公准备了一场乒乓球赛 想给大家分享 我们能打的乒乓球赛是按照老的规则 是21球,三局两胜一负 作为中国队的代表 我非常有信心能赢这场比赛 China wins Manyu,我们的朋友Manyu是今天的裁判 每个队赢一分的时候 他会在上面画一刀 然后我们会给大家解释一下 好 加拿大安神现在是第三波疫情 不过在家里什么也干不成 还是打打乒乓球 中国队进了一分 一比二 一比三 中国人好像生来都会打乒乓球 因为在那个年代 学校里边都是或者单位的院子里 到处都是水泥球台 台面抹的平整 不残缺就不错了 球拍一般都是光板的 如果谁能用个一面贴着胶皮的 就很令人羡慕啊 球网呢 更是奢侈品了 也见不到 一般都是用砖头 或者很简单的网 虽然设施简陋 但是大家玩球的性质都是很高的 记得上学的时候一下课 大家就轮流玩球 6比8 6比9 墨西哥队今天打打还不错 墨西哥人非常喜欢体育 但他们心目中的三大象分别是足球 棒球和拳击 乔治在墨西哥是个棒球运动员 墨西哥的乒乓球水平很一般 他们的男队呢 在拉美地区大概算是七八名 女队呢能排到十一二名 墨西哥的国内乒乓球联赛是业余性质的 然后已经9比14了 中国队远远落后9比15 9比17 10比17 11比18 12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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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比18 中国队追上来了 乔治非常行 乔治非常行 他喜欢体运动 看来这回他要赢了 很不幸第一场被墨西哥打败了 再接再厉 中国队得分 零第一 这里想讲一下 当年中国的乒乓外交 就是1971年间 中国与美国两国乒乓球队互访的一系列的事件 乒乓外交也尊重了推动了 20世纪70年代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 乒乓外交两个重要的人物是 中国队的庄泽栋和外国队的克恩 庄泽栋就借机给克恩送了礼物 然后呢 克恩呢又想办法回送了礼物 马泽栋看到 这个报告有一个外交报告 读到外电对克恩回赠 光泽栋礼品事件的报道 还突然大喊我的庄里面 并立即指示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作为回报呢 美国乒乓球队也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完美国 1972年的4月11日 中国乒乓球队回放美国 队员参观了底特律的工业基地 游览了点士尼乐园 中美两国乒乓球队互访 这个新闻呢 轰动了国际舆论 成为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 被媒体成为乒乓外交 从此结束了中美两国 二十多年来人员交往 隔绝的局面 中美和解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有趣的是 1994年的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 还将主角阿甘 主角阿甘设定为当年第一批 访问中国大陆的美国乒乓球员 作为中国人 其实是一直为我们的乒乓球 在世界非常有名气而感到骄傲的 中国队还是暂时落后 15比14 中国队1分落后 删得有点高了 16比14 这个王全打得好 三过来了2分 17比16 他没有山上 中国队暂时领先 哇 中国队领先 18比20剩一分了 希望中国队能赢 哇 中国队赢了 中国队赢了 一会儿 一会儿 再来 一会儿 一会儿 很快 没听到你 中国队赢了 我们放中国队音乐 我们放中国队音乐 霍西哥队赢了 我们就放后膝蓋里面 第三局开战 以前01年的时候 01年以前呢 都是21球 五局三胜两负 但我们今天晚上打的是 打的是三局两胜一负 因为时间太长了 估计大家也没有耐心看 现在国际乒乓球连下制定的 都是11分的积分值 是从2001年9月1号起 开始执行 有21分的积分值 改成了11分的积分值 位局减少了10分 有5分龙幻花球改成 2分龙幻花球 双方每次打发3个球 决胜局中呢 是一方先得5分时 双方应交换方位 局一局之间 21分积分值时 有2分钟的休息时间 现在变得不超过1分钟 每局比赛中呢 每得6分后 或决胜局交换方位时 允许有短暂的休息时间 墨西哥队又遥遥领先 中国队7分 墨西哥队11分 8比11 9比11 由于每局只有11分 现在的国际联赛 每局只有11分 每局呢 很快就渐分晓 节奏加快了 并且由于比赛的 举数增多了 那么关键球出现的 概率就增大 平方区比赛也变得更加激烈 更加刺激 11比13 墨西哥队领先2分 11比14 墨西哥队领先3分 作为中国人 是不应该打输这场比赛的 因为我们从小就受训练 墨西哥人 接触平方球的时间比较晚 但是乔治呢 他比较有运动 运动员的体质 所以他在运动方面 还是比较有天赋的 他本来今年也参加了 棒球 是在多伦多的 芝加堡 有一个棒球联会 他也8名参加了 但是后来由于 疫情的原因 被封锁了 所以只能暂停 现在所有的 户外活动也都停止了 连高尔夫球也停止了 我们能在家里 打打乒乓球还是不错的 另外 乔治也喜欢钓鱼 钓鱼倒是没有被停止 因为钓鱼都是 可以自己单独行兵的 不像打高尔夫 或者打棒球 必须得一群人在一起 到了关键时刻 19比19 中国队跟墨西哥队平 19比20 哇 还有一封 中国队对书了 好不幸 中国队对书了 下一次在节赛里 我们一定要赢中国队对毕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